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製作人員 嗨 各位早安 午安晚安 今天這部影片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究竟在日本 花了多少戰利皮 這次呢 是我第一次去日本 當然也準備了很多的功課 就為了愛心愛心 然後當然準備那麼多功課 就也剛好把我這次做的功課分享給大家 第一 我會先介紹廢物類 廢物顧名思義就是廢物 就是奢侈品啦 第二 我會分享食品類 第三 就會分享美妝跟藥妝類 你們是不是很期待 好啦 可能沒有人期待 那就 不管你們期不期待 請繼續看下去 我們先列入第一類 頭上的這一個呢 就是廢物 這就是環球影城買的 這是Snoopy的耳朵 其實我買的廢物類就很簡單 像是這個也是廢物類 登登登登登 Frocky 這是我在機場品色店買的 我會買它的原因 其實我也思考很久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是廢物類 你看我這個Snoopy 至少還可以當作一個拍攝的道具 但是這個Frocky就真的是廢物 我現在把它拆開 它就是這樣 還這樣不拆 就只是這樣擺設品站著而已 然後我會買它是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買東西很簡單 只要那樣東西會讓我很開心 我就會很心甘情願的買下來 我覺得Disney做到很棒耶 它竟然把一個叉子來做一個toy 還可以讓我這麼喜歡它 我不想踩雷 但是我就建議大家去看這部戲 真的很開心 它給人一種很直接的感覺 就是很天真很快樂 然後很無憂無慮這種感覺 我就很喜歡它 那你就今天陪我拍影片 那你就不是廢物 讚 再來一個我要分享的是 這個是相機袋 它這個圓圈的地方是可以放相機蓋的 如果有拍影片的人都知道 你們的相機蓋很容易不見 避免我會有這個危險 買了這個 接下來 食品類 其實食品類我也買不多 我這次去日本 我買了五包這個Poki 我會買它的原因是我 因為我在日本沒有我要吃的午餐 沒有太餓的時候 我就會去買它 然後我就隨便買 就只是來try一款 欸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它這一小包哦 它裡面是有兩袋的耶 不覺得很值得嗎 有時候很忙的時候 沒有東西的話 我就會趕快用這個來解決我的 早午晚餐這樣子 當然不是三餐啦 就是待餐 所以我這次買了五盒 因為我呢很喜歡 下一個 這個巧克力餅乾 感覺它很好吃 所以我買它 我現在記得才 四塊錢馬幣吧 然後我就想要買try 被咬到這樣子 可以給西西吃 這個 Choco Baby 這個是童年耶 那時候看到這麼大包的時候 我就想 哇多少錢 才四塊錢馬幣 四五塊這樣子 我想買 很便宜耶 這兩個勒 是我在通天閣那邊買的 好像是限定款 差差點跟我講 只有關係才有個口味 我沒有test啊 我不知道 鑲魚燒的味道 看不到 我看到它很辣 所以我就買了 感覺像魷魚條 然後我還有買了這個紙片湯 這個紙片湯也是我兒童回憶 這次一口氣的就買了很多 然後也一口氣的吃完了很多 這清醒口氣很厲害 嗯 90後的寶寶們 是不是都有吃過 這很棒耶 它又很辣又很爽 太久沒有吃到它了 所以我一次過買很多 蒟蒻 這其實也是隨便逛逛拿起來的 二姐很喜歡吃蒟蒻 所以我想說隨便買一包回來 應該很好吃吧 看起來是很好吃的啦 下面呢是我在機場然後免稅買的 首先 一蘭拉麵 一蘭真的很好吃耶 我通常都是叫五杯辣 那時候我有try過一次十杯辣 我覺得十杯辣是那種辣到不好吃 五杯辣我覺得是剛剛好的辣 它的湯很好喝 所以我這次就買回來給我家人try 我建議大家這個咧 就盡量不要在它的店面買 因為它的店面買好貴 它的店面買是沒有扣稅的 是2000塊日幣 然後我在機場買才150元 不是便宜 總之就是有便宜啦 我們要做個有智慧的消費者 是這樣講的嗎 是有智慧嗎 啊隨便啦就是聰明的 啊 我們要做個聰明的消費者 精打細算 出國就是要省錢 這個是巧克力薯片 Perry每次出國 不管去哪裡 他都會買巧克力薯片給我吃 不管是韓國或是日本 我看到它的時候我很興奮 它是ROYS的牌子 我這次買的是兩個口味 一個是比較酷的 一個是original的 必買很好吃 ROYS的巧克力 這個我沒有自己買來吃 就是送給我的朋友 然後還有白色戀人 我這樣子看啦 白色戀人是 只有在機場來的 在Osaka好像沒看到 任何一間店有賣它 大家如果去大阪要找 這什麼啊 啊 大家如果去 大阪找白色戀人的話 去機場 肯定有 接下來是到美妝類 介紹比較多的面膜 這次咧 真的是被伊婷送用的 因為它是一個面膜扣 所以他買什麼 我就買什麼 我買了這幾款面膜 就是這個3D的面膜 伊婷告訴我 他講這個是全方位都可以浮到 連鼻翼啊 都浮得到的 然後我面膜都是追求保濕系列啦 因為我皮膚是算混合性 但有一點偏乾 所以在用美白類的產品的話 會更乾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是很乾的話 你就不要再用美白類的東西 我的保養皮幾乎都是保濕類 保濕保濕保濕 給它濕成像洪水一樣 知道嗎 很紅的范冰冰 推薦的酒破面膜 這個是我姐姐的 我自己已經有猜過了 我覺得酒破面膜對我來講不不耶 不懂為什麼 我覺得很普通 它的那個味道不是很好聞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 然後我在敷面膜的時候 面膜敷10分鐘 它大概5分鐘到7分鐘 我的額頭就已經乾了 我不知道是我皮膚太乾 還是它其實精華液沒有很多 這個我覺得 我不會再買啦 就是我比較不那麼推薦 但是很多人講很好耶 好吧 這樣就是 別人的蜜糖我的毒藥 這是日本的毛穴大米面膜 主要是收縮毛孔 然後還有保濕 而且它有得到cosmet第一位哦 感覺真的很厲害 就想說試試看吧 沒有收縮毛孔 你就知道 好啦我現在有點精神分裂 剛剛才拍攝完畢 我就過來拍影片了 這個戰利品一到家就要馬上拍 因為之後這些東西都會送出去 第三個 欸這個面膜叫做凡爾賽面膜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超推它 結果我自己也被安逸了 雖然我還沒有用 我很想要快點用它 但是我已經開了酒破面膜 我就想要快點把酒破面膜給用完 好不好用我之後再跟大家講 這個是黑眼圈跟法令紋的面膜 然後會買它的原因是 有這個困擾 這樣子而已 嘴巴保養的護唇膏 超級紅的 知道吧 我用過它的東西 我覺得它的東西真的很好 就是很保濕 我自己實驗是這樣子的 我沒有用它的時候 我就會脫皮啊 只要我一用它 它就會很滑溜溜的那一種 給自己囤一個貨 然後給我家人也囤貨 然後我買了一個潤色的 方便我之後素顏的時候啊 我現在給大家看那個顏色 登 欸 focus here focus here 等一下 美妝脖子都是這樣 不是這樣咧 這樣 這樣嗎 這樣 這樣 這樣嗎 是這樣子給人家看的嗎 好 不管啦 它這個就是它的潤色效果 我覺得蠻自然的 我覺得可以買 就讓你素顏的時候 不要那麼像鬼 買 這是點眼睛的 這是充血去塗 這是我買給我家人的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我覺得一罐就可以用很久 我還有買一個洗眼睛的 倒下去 然後這樣子 咕咕咕咕咕 洗眼就是這樣 明白嗎 這個我已經在日本用過了 我覺得呢 普普通通 因為我看別人洗出來是很厲害的 但我的話就沒有什麼很骯髒的東西 不知道是我眼睛太乾淨 還是這個東西沒有效果 但是我想要堅持繼續用下去啦 因為畢竟是對自己眼睛好的東西嘛 應該滿眼藥水就夠了吧 洗眼藥我是不太懂 下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噸噸 啊啊 我開過了 這是背後痘痘藥 就是我身上背後其實很多痘痘 有些人講 去拔效果沒有很好 但抑制痘痘生長是很有效 所以我就買了兩支豚 它是噴霧類的 然後這樣噴在你的背後 而且這個很方便噴霧類 你就不需要別人幫你 然後它也可以倒噴 也可以這樣子噴 這樣子噴也是噴得到的 然後用下來這幾天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生痘痘啦 也沒有看到很明顯的消下去 因為我才用幾天而已 所以想再看之後的效果 還有買了這個 也是同一個小林治藥的 去雞皮 你們知道雞皮吧 身上啊就是有那一種 一粒粒啊 或者是 注意看你的手 有沒有黑點 你摳摳摳 它又長出一條毛 但是我從小到大都會有啊 就是拿一點點就可以塗滿這個小腿 給我用我要半罐了 因為我塗的量蠻多的 這幾天 我看一下吼 看一下 看不出個所以然 我不可以先否定它有沒有用 因為我真的還用了兩三天 可能它是需要長期的效果 很多人都說有用啦 相信一下 Oh baby 這是磨砂膏 超多人都覺得它很厲害 我覺得磨砂效果蠻好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很好的磨砂效果啦 就是你洗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自己白了一度 一度的感覺讓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定義它是好的 這個就是小屁桃 我叫它屁桃 因為它長得很像屁桃 這是一個桃子狀的磨砂罩 這個也被很多人推 又是cosme第一名喔 有這種講的通常都是很厲害的 都可以信吧 這個就可以去屁屁的暗沉 屁屁要亮亮唷 我是有拿來洗腋下啦 因為腋下也要亮亮的唷 它這裡寫的是 有去角質還有保濕的效果 然後還會讓你的屁屁亮白 我隨便抓幾個字來講 但是這個是很多人推啦 下一位 這個叫做消水丸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叫它消水丸 因為我已經開來喝了 這個是葉狀的 然後我覺得它不是很好喝 味道不是很好吞啊 但是我覺得 真的有效 我今天拍攝嘛 然後我昨天喝了一包 通常只要我睡不夠的話 我眼皮一定很腫 但是我昨天喝了這個過後 我眼皮沒有腫 就是真的 有達到消水腫的效果 所以我現在目前對它的性潤值是很高的 接下來就是這啦 這個是Body Shampoo 然後它有Vitamin C 這個是可以美白的 網上面也有講這個是可以去肌皮的 又可以美白又可以拿來去肌皮 一舉兩得啦 我要做個水茫茫的女孩 接下來就是這個 這是京都必買的護手霜 但是它這麼小條喔 要30多塊馬幣 很貴齁 但是我這幾天用下來 我真的蠻喜歡它的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需要護手霜的人 洗好手沒有擦護手霜 我會一整天都不舒服的 它的保濕效果很好啊 至少不會讓我過一陣子 然後就要塗第二次 我覺得這個可以買 牙刷 這個是他們說這個牙刷 是日本必買的牙刷 這個有一個稱號超厲害 這個你買一次過後你都會囤貨 你這麼厲害嗎 不知道啦 我就來try try看囉 第一臭技 這個咧 就是讓你 噗噗的時候呢 滴一滴 讓別人不要被你熏死的 第一臭技 只要一滴 它就可以讓整個廁所很像 我試過了 很有效 因為我的噗噗 是非常臭的 對 我的噗噗是大家公認的臭 為了保持我的玉女形象 當然要買它啦 是不是 這樣子跟別人講我噗噗臭會不會 穿什麼啊 好啦 我噗噗噗臭 登登 XLs的眉筆 這是必補貨好不好 這個是我目前用過 最最最好用的眉筆 沒有人可以贏過它 按 有點誇張了啦 因為我用的眉筆不多 但是這個是目前沒有最好用的 是很好畫 然後它有三個頭的 它有三段 第一段呢 是頭 我不懂要怎樣跟你們講 它是真的很顯色很順 而且又很耐 它很持久 就是很久 你想像中了 那麼久 有點太誇張了 收回來一點 就是很久 後面這個刷 這個也很好用 好這個普通啦 這個呢 是刷比較淡的眉頭 然後它也可以畫鼻影 也畫得很自然 而且很好畫 我覺得我脫離不了它了 它是我必備的東西 必買的 大家如果想要嘗試別的眉筆 試試它吧 下一個是 砰砰粉 這個是傳說中 非常厲害的砰砰粉 然後我覺得這個砰砰粉 真的蠻好的 我在用其他的蜜粉啊 鼓流海的時候 感覺比較乾色很硬 但是這個不會耶 這個蠻柔的 它叫 Fujiko Popon Powder 下一個是 蜡筆小心的 Sticker 這個也可以納入廢物類啦 現在一整排的 都是蜡筆小心 超可愛 我被太常有種感染 所以我對小型的好感也很大 就是 高腰部 當然不是就自己受傷啦 好啦好啦 不會受傷 這應該是最後一個了吧 很棒喔 大家可以把影片看成這樣 我真的是愛死你們 這個呢 是 製駝背的 因為我發現 我駝背其實蠻嚴重的 我的肩膀 只要一久坐 肩膀會很痛 應該是我的坐姿不良 像剪片的時候 我真的是 受不了 穿起來 黏起來 不會讓你的被用力 用錯地方 我希望他可以改善我的駝背問題 所以就買了他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分享了我的日本戰利品 然後你們還有覺得 日本有什麼必買 該買 一定要買的東西 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 因為我知道還會再去日本 然後日本呢 我覺得是我還蠻想再一次去的國家 我覺得日本這個國家是蠻舒服的 而且東西很好買 謝謝大家看我的影片啦 然後有關日本的影片呢 還有一部書生改改的影片 大家記得如果想要看怎麼拍照怎麼穿單的時候 也可以去看喔 大家掰掰 Fucky Trash Toys 掰掰 掰掰